现在呢我们正好是在墨尔本距离墨尔本50公里的地方叫Mount Eliza 然后这附近就是挨着海边 我们待会去看一个公园里面建网球场的项目 那整个这个网球场呢我们在前期做过了一些调研 然后发现这个网球场的情况还挺特别啊 You have reached to a destination area 我们公司的测量仪用的也是莱卡 啊它那个机器你看它手上那台机器 所以说这个测量仪会跟着它动 所以这就是Land Survey 我们有一期视频里面是不是讲到 Land Survey, Quantity Survey, Building Survey 三个这个职业的不同的职能 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我们去看到那个房子上 前面的这条道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有100多米 之前他找了一个Builder 帮他去处理这个网球场的申请 然后过去了好几个月呢一点进展都没有 那后期他通过朋友的介绍就找到了我们这边 Builder他前期的这些什么Town Plenty申请啊 这些能不能在Eathman上面在这个网球场啊 还有包括Vegetation Overlay 这些其实Builder他都不是太熟悉的 前期这一块还是需要有一个设计师帮你去制图 帮你去申请 那么我们前期做调研之前我有讲到下面是有Eathman 那在Eathman上面做网球场呢是要跟政府还有这个水管公司去申请 我们叫Local Water Authority 所以在这个项目初期的话 我们的处理是建议先做一个Lens Survey 也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Jack他正在做的这个测量和测绘 因为把所有的现场的数据采集完了以后呢 在图纸上面我们才可以有图纸有这个知道房子所在的地点 还有这个要建的网球场的位置 拿着这个图纸去跟这些Local Authority去交涉说可不可以去做这个我们想要做的这个计划 Build on Eathman或者是能不能Build on Eathman 这个问题其实经常出现 尤其是在墨尔本这个Metropolitan这个范围大墨尔本的区域以内呢 有好些物业会出现说它的前院或者是后院 或者是它想做开发的地方下面都会有这个Eathman 其实Eathman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以内 甚至它是2米或者到4米的区域以内 它的下面是由政府铺设的污水或者是雨水排水管 那这些污水雨水排水管呢 政府是希望说要求是说 你不可以在上面建造任何的东西 因为万一哪天它的水管坏了 或它需要维修需要升级 它都需要说能够就是随时随地的 可以access去的Eathman区的管道 那在Eathman上面 你是否可以铺设一些什么新的Lenscape或者怎么样 这些其实是有相关的范围 你可以去查询 但都是要有一定的书面的材料递交上去申请 获得的这个披折以后你才可以做这样的建造 在这个物业上面呢 还有一个特殊一点就是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树 这些树的话 那么它的方位呢 可能会有一些阻碍了这个网球场的这个尺寸 那这些树的挪移呢 也是需要跟政府去申请 因为它这一个区域是有vegetation overlay Lenscape Architek不属于它们的工作范围 对Lenscape Architek它更多的呢 是主要是做设计方案 假设说啊我们一看这个区域为准的话 中间有了这tennis court 那么它旁边的沿着这些围墙啊栅栏啊 你的这个景观上面有什么样的装饰美观性 你是做一个比如说有日式风格的 还是说你想说做一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或者说你想在有些山水在里面 那么在它的图纸里面具体的会显示出 你选用什么样的树种 什么树的颜色的搭配 有没有季节性的树种 比如说像这里有坡 那它是否会有一些小的paving 连到这个房子的里面 在town planning或者building permit申请上面 这不是Lenscape Architek的工作 还是跟architek去配合 去做这些permits的申请 在网球场的安装上面 是否需要重新打地平 我现在就问一下专业的这个网球场施工的公司 我现在就问一下专业的这个网球场施工的公司 其实都没有开始 那正常的流程就是第一步 Lenscape一定要有现场的这个地面的这些数据 哪些高哪些低落差差了多少 要非常的精准 然后他刚才也说到这个网球场的这个地面 如果落差在前后是这个500 半米到600这些都没有问题 然后他也会到现场来亲自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帮助吗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